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31号星期日 又是赵燕青 赵燕青去年的时候 去年差不多也这个时候了 三四月份的时候 记得分享过一篇赵燕青的文章 就是说也是关于债务的 今年的又来 去年上上就想不起来了 好像是什么中国什么今年的主要 就是债务问题什么的 反正想不想 讲的还不错 是不是 内容我大家还记得 名都想不起来了 今年的又来了这么一篇文章 这次的这篇文章 我觉得其实恰逢其实 这个时候拿来看的是最好 但是当然他还是比较专业 一般人恐怕是不太能看懂道理 他到底在说什么了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务实的 去年我就说 他是个比较务实的 脚踏实地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不是那种来了之后 要给你讲糊涂那种 他竭尽所能想给你讲明白 你知道吗 而且他这些文章就是说 就跟去年文章一样 就是说就是属于叫帝王师 就是这个文章 去年的文章和今年的文章 拿来都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一般老百姓 看不见到底在说什么 这文章写出来 都是给就是说执政者看的 说白了都是给习近平看的 但是不容易看得懂 说实话 要没有一点经济学的技术知识的话 就很难看得懂 但是就这个来讲 也没有很难 就是说什么 什么叫经济学技术知识 就是说你知道 你看我以前在中国 我们就要学财务管理 但实际上就是会计 你知道吗 就是会计 你说我们是本科学财务管理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中国不有那种中专 中专就学会计 你知道有那种中专的绩效什么的 就学会计的 我有一同学 我一同学他们就是 他就是初中之后就转计效 就学会计了 那我们上高中 然后再上本科学财务管理 最后你说有什么区别 大家在会儿聊聊 学了多少东西 你知道吗 其实本质上都是会计 你说我们财务管理 按理说的话 应该是当什么财务总监 是不是 那其实出来 基本上就跟那会计差不多 你知道吧 等你毕业出来 你就知道根本没人让你没人供你当财务总监 你就其实跟会计差不太多 然后 所以我觉得就以这个文章来讲 就因为我也跟他们这种就聊过 我觉得就你只要有一个中专级别的这种会计基础知识 就能看懂就没问题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尽量给你讲明白 好不好 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有点给专业人讲的 我觉得我尽量能够比他讲的更通松易懂一点 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看他这个看不懂的话 听我这也很能听明白 我觉得这是用本事 就是说给完全没有有基础知识的人尽量讲明白了 好吧 然后我知道这个我不太好懂 我估计看的人也不多 你能够看到这会儿 我估计你都很坚强了 一般人我估计刚才前两句就听完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好吧 那么我要往下讲一讲 但是我觉得说实话 就这种东西 以目前21世纪来讲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就是说发达国家 或者发展中那种发展比较好的国家领导人 最起码应该懂这东西 如果不懂这东西的话 去执政会给这国家带来很多的问题 因为这东西是现在是 作为一个领导人 实际上是必须要能明白的 但是很悲哀的说 就中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对这方面 就是说有一种落后 就非常的落后 就习近平现在我觉得他的经济知识 比毛泽东那时候要好 但是能不能就是说这种最前沿的能够能明白的 就很难 美国呢 你说拜登能够明白吗 我觉得也够呛 川普肯定是不明白 川普做商议 他大概也了解了国际情绪 不是 我跟你说 就以我现在来看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华尔街反川普 反的这么厉害 川普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川普不明白这个道理 川普虽然是个企业家 但他研究都是微观经济 这个是宏观经济 跟他那个完全不挨着 你知道吗 对 川普搞的时候 他是以一种企业的方式在治理这个国家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就为什么这种基本上 你看左翼的这些经济学家都是反川的 你会发现美国基本上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 85%都是反川普的 甚至可以说是90% 就基本上就在这了 就是因为川普他实际上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的美国的经济学教授 其实绝大多数都在反川 真的就是说 往少的时候80% 往多的时候90%到95%都反川普 就在这了 其实川普不明白这个道理 拜登也不明白 但是不过没关系 没关系 美国的好处在这儿 就是经济方面的主要的问题 还是美联储那些人在搞的 你明白吗 总统你只能指认一个美联储的主席 知道吧 但是最后还是主席 主要的这种宏观经济调控的工作 是美联储在搞 所以你会发现 美国虽然总统来了之后 就是瞎指派 有时候不知道 都是裙带关系 你知道吗 尤其什么江东部部长 教育部部长经常弄到什么赵小兰 就是反正他老公是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 给他老婆安排这行 但是没有哪个总统敢把赵小兰安排 去当美联储的主席 商务部部长或财政部部长 你看敢吗 都不敢 基本上美国财政部部长 商务部长 美联储主席 基本上就哪个总统再封 来了任命的 都是这种专业的人士 没有哪个会搞一个 不是科班出身的 敢往那放的 当然一般来讲 这个坊间也不接受 参议院也过不去 所以美国大量的好处在这儿 就是说姆努钦是完全懂得道理的 耶伦是懂得道理的 知道吗 鲍威尔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他们看着都跟玩一样 都没问题 知道吧 所以这是美国的问题 就是民主国家在这儿了 你懂吧 就是说你总统你虽然不明白 但是财政部 商务部 还有美联储的话 会想办法帮他去纠正 还在搞 你知道吗 还有我觉得 川普也许不完全明白 但是大的方向 他在跟着走 对方人在里面讲 他能听得进去 但他不完全明白 知道吧 就是说 怎么说 如果川普完全明白的话 川普就明白 现在拜登为什么放了1000万 力压劳动力进来了 你懂吧 你把这个看着 你明白为什么拜登放了1000万 力压劳动力 不仅仅是因为白左胜目表 他在用这些人 他需要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对于他 对于这种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 就明白那些都是劳动要素 明白吗 就是真的 分类经济学都是劳动要素 联压劳动力 是经济学需要的 你知道吧 如果你看懂 你就明白为什么放1000万人进来了 但现在川普懂吧 也许他如果懂的话 那因为他为了选票 就要跟吉友一走 也要轰这帮人走 明白 但当然这个里边也有他的问题 我不是说 就是说基于此 我就认可这东西 当然这是白左经济学 这是左派经济学的这种东西 明白吧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解决 但是呢 又不好解决 为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生育率很高 能生出人来的话 就不需要 但是美国现在生育率特别低 生不出人来 你明白吗 还有美国呢 有的就是说 这个前面有一些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很多的美国人不愿意做这种工作 你明白吗 就是你还记得上次我讲那个 波尔经词记的时候 我看我能分到那个 波尔经词记的时候讲到一点 就是波尔经词说一点 就是说这个罗马呀 到最后灭亡 为什么 他罗马灭亡的时候 他说一个 但是罗马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罗马就卫生崩溃 他说一个罗马帝国变得过大 一个 这个不算 这个第一个跟这儿没关系 但是看第二个 第二点是罗马帝国长期独化天下 造成文化上的想的主义 美国现在文化上整个是想的主义 连老百姓也都是 吃喝玩的就这样 一周工作三天 一天工作六个小时 第三点就是罗马持续的通货膨胀 破坏维持自身 又无需做出社会悉心的这种能力 而罗马公民们已不再愿意做出社会牺牲 美国现在就是 知道吗 敌人老百姓不愿意做社会牺牲 他不愿意干这些活 你到工地上去当工人 当农民工 他愿意干嘛 他不愿意干 工厂里边当这种 刘云先生工程员愿意干嘛 没人愿意干 没办法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川普想给他们创造这个工作 这些人没工作 有工作没工作 川普是想给他们创造工作 对不对 但创造工作他们要吗 川普说要把工厂搬回来 要把制造业回归 回归了之后 刘云先生的工人的工作 没人干嘛 对吧 川普也想搞基建 那工地上的工人他们干嘛 他们就不干 明白 但是如果要干的话 可能要给巨额的这种夸张的这种收入 中国不也是吗 你中国你现在搬赚的很多的一个月 一两万人民币 你白脸可能挣六七千 明白吗 就是说你在马路上送外卖可能一两万 你白脸六七千 为什么 就是说你一定要是白脸的三倍收入 你才能招到人来 所以美国的问题也在这儿 但问题是美国白脸的收入又高 白脸的收入本来就不低了 你明白吗 但是你如果 你要不明白 你看美国的白脸五六万吧 对不对 你翻三倍一年 你得给个十七八万的 你十七八万的 故意帮人到工地上去搬砖吗 你这成本太高了 知道那你这桥里多少钱能干 这修一个桥几十亿 为什么就在这儿了 你懂了吧 所以很难说清楚 我不知道川普懂还是不懂 但是我想 懂也只能装着不懂 要不然这选票 他没法选 民主治国家就这样 所以但不管怎么着 不管川普能懂不懂 我相信就是说 美联储的主席 还有商务部长参政部长都会懂的 他只要请个专业人 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还是会想办法再纠偏 再纠正 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共和党内 就是素质比较高的建制派实际上也散川 你发现了吗 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 就是因为川普实际上 对这种现代经济学 要不就是不懂 要不就不感觉 要不就不相信 你懂那意思吗 但是现代经济学 对目前来讲 恐怕还就得这样 他暂时是什么 这东西对吗 其实是不对的 川普说的是错 川普没错 知道吗 但是问题在这儿就是说 如果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你说疫情来了之后 我们搞群体免疫对吗 其实不对 正常的应该像中国那样 搞东西清零 应该全世界一搞东西清零 迅速的三个月把这疫情过去 就没有了 就完事了 但是他们干嘛 他们不干 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那你怎么办 那大家就只能群体免疫了 你懂吧 所以这个经济在这儿 就是说现在 那大家都不靠债务来发展经济 行不行 行 你美国这30万亿的国债怎么办 你日本那边欠多少钱 你明白 他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要弄就一起弄 要不一起弄 大家一起摆烂 知道吧 所以这川普说的是对的 但是呢 走到这步之后呢 他倒是错的了 你明白 就是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非颠倒的一个世界 你明白吗 但是呢 由于他已经是非颠倒了 所以你现在习近平不一懂这道理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动产性能实际上是对的 应该这么做 其实如果大家一起动产性 全世界一起动产性能的话 成本又低 死的人又少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呢 整个躺平的话呢 拖的时间又长 死的人又多 你知道吗 群体免疫 但是呢 大家因为全世界都群体免疫 所以呢 你就错了 你懂吗 就是说假做真是真一假 无非有事有欢无 知道吧 因为所有人都做错的时候 你做对的反而是错的 所以经济学现在也是这样 就没有办法 目前就这样 所以呢 我知道这个非常的绕 然后一说多了 你又觉得好像又拿了钱 帮习近平在做宣传一样 但是呢 也是没办法 好吧 那我呢尽量讲 我也知道这东西 能有几个人听得懂 我也明白 就我老婆也是说 说讲这种东西 妈的听到就讲没有了 你知道吗 真的就是你的大学里讲这个 都是都是研究生博士生 就要才能听 就本科生你讲的都很难 你知道吗 虽然说你有一个中专生的 技术知识 他能讲 但是是因为赵燕青 他尽量去努力让一个 就是他是希望做 那样习近平那种知识 储备的人也能听明白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来讲 这些大学来讲应该是给研究生 就是经济系研究生 或者博士生才讲的东西 好吧 那反正呢 我尽量去讲 然后我希望能给尽量多的人讲明白 也就是我能做的 好吧 那就这样吧 好不好 那我开始了 开始进入主题 他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始终长期处于 就是说一个创造供给 但是短移创造需求 这么一个 就是说中国最擅长的是什么 就是我制造产品 我来供给 我来给你就是说生产汽车 生产牛仔裤上 什么我生产这些东西 但是短移的创造需求 就是什么呢 我来买东西 我不行 我购买力不行 我知道能力强 那怎么办 就只能就是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外需型的 明白吗 就是说你外部要需求 你美国要需求 英国要需求 因为我自己的需求 我内需根本满足不了我这么多的这种产能 你懂了吧 好 那么供给侧呢 也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的焦点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因为中国最早的时候 它是农业化的社会 它不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 它刚刚转成农业化社会之后 它自己消费不了这些东西 刚开始比如说 弄来一个苏加大的生产线 你自己连高速路都没修 你要骑车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时候大量的都是农村 你明白吗 所以这也是中国的问题 那这么多年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要自己想办法创造需求的一个时代了 因为你现在不创造需求 肯定不行了 因为外需已经满足不了你的 你现在的制造能力已经大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说全世界一起来填补你的制造能力 都填补不了了 所以别人对你都是一种恐惧 你变成一个怪兽 一个怪物了 然后一个怪兽了 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从内需来消耗一部分 而且你内需消耗一部分之后 不仅仅是来平衡你的产囊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你可以自给自足了 你明白吗 就是说你现在中国现在需要的自给自足什么 以前是我生产能力不够 我不能够自给自足 就是说我们讲十四危机的时候不也是吗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第一次出现生产过程了 中国政府有点懵逼 对不对 说当年我们都是生产不足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工业化 都是农业 对不对 那么突然一次生产过程了 现在就是长期生产过程 对不对 那么你在生产不足的时候 你要创造什么 创造是生产 当你生产过程的时候 你的自给自足是什么 是需求 是消费 对了 你现在是消费不足 你要达到一个自给自足是什么 不是在生产什么 而是能够怎么 怎么能够把它消费掉 这就是一个东西了 你看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 就是跟毛泽东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 你懂吧 但是习近平现在不见能能接受这个东西 不管怎么知道吧 供给侧也一直是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的焦点 你明白吗 就是说我在供给侧 就是说怎么能够提高供给 或者我供给怎么去产能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以前一直在研究供给侧 现在能难倒中国制造的门类 已经所剩无几了 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 可能芯片还做不了 但是也不多了 全世界绝大多数东西 可能中国是真是一个全产业链 几乎什么都能造 就芯片也不是说不能造 造不了那种高端芯片 就是说一般的28纳米以下都能造 对不对 所以但是对于如何创造需求 我们中国目前来讲差不多 可以说就是一无所知 这是事实 改革放了几十年到现在 不知道怎么创造需求 就是整个我们的政策界完完全全不明白 一脸懵逼 就知道怎么能够创造生产 一直不知道怎么创造需求 但是生产和需求是平衡的 说白了就是平衡的 所谓资产负贷表 这边是债务 那边是资产 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边是生产 这边是需求 这两个是平行的 你知道吗 这两个必须要一起前进才可以 如果你光是生产提高了 需求上不去的话 你的国家是畸形的 你只能依靠外国人来买 外国人只要不买来 你就崩溃 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生产上的需求一定要上去 这样就可以一起共同提高了 所以中国目前的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创造不了需求 而且整个政策界对创造需求一无所知 整个就是说一点 连小学生的说明都没有 就这种情况 那么虽然早在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扩大内需就已经取代了增加供给 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 刚刚我们讲到的 就是说东南亚危机的时候 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外需不够了 外需疲软对不对 那么我们怎么办 怎么扩大内需 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宏观经济的目标了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扩大内需仍然就只是一个目标 我们始终无法将扩大内需 真正的去明白怎么做 怎么去正常化 完全做不到 所以需求创造之所以 没能进入中国产业政策的核心 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在创造什么 创造产品对不对 我们没有创造需求 这个东西一直没有进入中国产业政策的核心 关键在于我们对需求的生成机制 缺少深刻的理解 除非我们能够明白需求产生的机制 否则的话 中国的产业政策在面对需求不足的时候 仍然就是手足无措 甚至会做出完全错误的抉择 从而引发的意料之外的经济大的衰退 这时候没有问题 到现在中国政府不知道怎么创造需求 那么直接的给结论 先给出结论 但现在经济里需求是由宏观债务决定的 在供过于求的经济里是债务端就是需求策 而不是资产端供给策来决定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把这给你翻一下 就是说在现代经济里尤其是因为它有个前提 一定你是供过于求的经济里边 中国目前就是一个是供过于求 就是生产过剩导致的产能过剩生产过剩 那么钱人一直在去产能去供给策的改革 知道吗 就是在这里边的话 你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供过于求 对不对 我供过于求之后我产品太多了 我服务太多了 我这边消耗不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是债务端就是需求策 这边就是资产端是供给侧 知道吗 供给侧就是生产 就生产这部分 来决定经济资产还是衰退 就是说我这边只要够多的话 就可以了 我要把我生产的东西完全把它消化掉 你懂得意思了吧 来 那么任何新的观点 他这结论已经说完了 后边他说的 就任何一个 这是一个新的观点 从之前来讲 你理解不了 其实我之前讲过一点 就是说劳动 生产是劳动 消费也是劳动 而且是劳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在劳动的时候 都大家都在做干生产 没有人做消费的这个劳动 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专门有一帮人来干什么 来消费 就是如果实在不行 我们给他钱 我们雇他 我花钱雇你来干什么 来消费 也得让他去消费 这样子你的生产才能够完全 你这个圈才画上了 你懂了吧 就是说如果你光生产没有人消费 这些东西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 都要扔掉 都要烧掉的 你明白了吧 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关键在这儿 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创造需求 那么任何新的观点 实际上都要同的已经被接受的认知 也就是常识去做这种竞争 因为你那些新观点 跟你以前的常识可能不一样 对不上 这些常识的力量 并不来自个别结论的对错 而在于这些常识已经被体系化了 所以没有替代的认知 只要没有替代的认知体系的时候 即使每次决论都能够被证伪 政策决论者下次还会按照既定的认知 做出同样的错误的抉择 就是因为他诚实是这样子 你懂吗 就是诚实来讲怎么可能 我怎么能够花钱雇人来消费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有一帮人在这做按摩 对不对 然后没有人 没有顾客来 他们在这等着 天下在等着没人来 我一看怎么办 经济发展不起来 我花钱雇一帮人来做按摩 你要觉得拿到这没事的对不对 你从常识上你不能接受对不对 但是现实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必须得花钱 故意帮人来做按摩了 不然的话那些做按摩的就饿死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生产了汽车 然后没有人买对不对 那我花钱雇人 我给你两万块钱 然后你拿着我的钱去买汽车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但是这样子的 那些造汽车的人 他不能不饿死 这是不是颠死你的常识了 你说我怎么可能 我花钱雇人 我花钱雇人来按摩可以 我花钱雇人来被按摩是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的你的经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这个是违背你的常识的 你政策指定者肯定觉得这样做不行 这样做会出问题的 那我要这么干就没有人去给人按摩了 对不对 那你们都雇我去被按摩得了 对不对 你可能这么想 但是当然这样说是一个 就是说让你能够理解的一个荒谬的说法 但是现实情况 就是你怎么巧妙的把这个问题做了 你懂我意思吗 怎么巧妙的把他做了 就是说比如说 我给这些做按摩的人钱 让他们去买车 然后呢我给那些卖车的人钱 让他们去做按摩 那这样做按摩的呢 给那些造车的把按摩做了 造车的那些人呢 把车呢卖给了这些做按摩的 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 是做按摩的人呢 没有钱去买车 然后呢造车的人呢 没有钱的 他因为车没卖出去嘛 他就没有钱去做按摩 那怎么办呢 就跟他我来拿钱 我拿钱把你的车买了 你不就挣了钱了 你就可以去做按摩了 然后呢我我就只能雇人来这辈子 因为没办法 我直接给你钱 他就怎么回事呢 你懂吗 就说但你要明白 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有点荒谬 但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能听懂听懂听懂就算了 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 也能讲到像我这么明白了 我觉得能带比我讲的更明白 人也不多了 就这意思好不好 如果到这儿还不用明白 真的没法明白了 好吧 那么问先生 就是说那你政策的决策者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反常识的去做这个决策 不然的话就错了 好吧 那么来看 为了让政策的决策者理解 并接受这些反常识的观点 新观点的逻辑框架 就必须的高度简化 让你简单 让你能明白 不然的话 怕你怕习近平看不懂 知道吧 所以至少要比经济现象本身的更简化 这个逻辑框架 不仅要在就业货币市场等宏观变量之间 建立起联动关系 还要尽量排除的技术进步 经济制度等微观变量的这种扰动 那只有这样呢 才能避免 由于在不同维政上讨论 可能带来的认知混乱 办法呢 就是将呢 微观的会计学工计 资产负债表 发展为一个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 并依托这一框架 对当下急需解决问题进行解释 做判断 给出建议 就是说他呢 就是说我这条理论从而来 为了让你习近平能看懂 那么我们呢 就是说 按理说 会计学就微观的会计学的话呢 有一个资产负债表 这一般来讲呢 不应该用在这个宏观经济学里边 但是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呢 来讲宏观经济学 就是用资产负债表来讲啊 把它发展成一个呢 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框架 好吧 那么就到了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债务端约束的经济 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 首先你要弄明白 你中国经济现在哪有问题 你已经肯定出问题了 你现在经济危机 对不对 你的经济危机是因为 你的债务端在约束 在约束你的经济 你要就把第一个 起码这样弄明白了 然后第二步我们再谈谈怎么办 好吧 第一步先说 就是说债务端约束的经济啊 就资产负债表 是会计学资产大包包里 最基础的一个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就一般来讲 你就是一个中专学会计的 都这个 资产负债表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企业 一个小企业 或者个人都可以记个账 记个账 就这边是资产 那边是负债 然后最后呢 不做目标之外 让两边平 两边只要平了你就算对 两边不平你就算错了 就为了这么简单 让你去记一个账而已 好吧 那么如果把经济定义为 无数资产负债表的集合 就是说你各个企业 你每个企业不都有一个吗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资产负债表 把这些集合在一起之后呢 那么你这个微观的会计框架 就可以能描述到宏观经济 因为你宏观经济 虽然是个大的 但你要把所有的这些零星的 微观的和它一起 不就是你全国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有这么个意思啊 那么经济增长呢 就是总资产负债表的扩张 经济衰退呢 就是总资产负债表的收缩 明白了吧 就是你全国只要拉了一个 经济资产负债表的话 你的资产负债表越大 就说明你的经济体越大 资产负债表越低 那你的GDP就越低 你的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就不好 明白 就收缩了啊 那么根据会计言则 资产端和债务端必须相等 它一定是画等号的 因为你不等就错了 就算错了 对吧 你去找问题在哪儿 那么这也是宏观会计的最核心的一个横等式了 也正因为是一个横等式 使得我们可以建立起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动关系 我们就明白了 就因为它两个是横等的吧 那一旦不平了之后呢 我们去找问题 然后怎么让它平 明白了吧 好 那么一个国家的宏观资产负债表的 也由债务端和资产端两部分的组成 那其中的债务端表示的 就是说钱从哪里来 就从哪里来钱的 主要包括两项 一个是负债 负债什么 负债都是别人的钱 是你借来的 你欠别人的对不对 主要有银行借款借贷为主的这种债权融资 以及权益 权益什么 权益就是自己的钱了 借债负债是别人的钱 权益都是自己的钱 就是我有的 主要的是股票 债赚房地产构成的权益融资 那资产端 当然这个说的就是债务端 债务端一个是别人的钱 一个是我自己的钱 另外一个就是资产端 资产端表示什么 就是钱到哪里去了 这也可以分成两项 就是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其中流动资产相对应的是银行的储蓄 固定资产相对应的是全社会的总的消费 那么在宏观资产负债表里 债务端是流动性货币的一个创造者 就说我要创造流动性 其实就是货币 就是流动性 我给你加了一个括号 我给你讲一下 他说的是流动性的创造的 流动性实际上就是 你好理解 我说流动性创造 你不知道流动性是什么 流动性其实就是货币 就是货币的创造者 流动性是最好的 构成的狭义货币 资本市场就是说股票债券房市等创造的负债 具有一个次级的流动性 它也可以流动 但你要卖 就是说它不像那个 就是直接流动性 就是货币直接流动性 这是一个就是说次级流动性 其也为货币创造提供的抵押品或者信用 就比如说我有股票 我有债券我可以把它抵押 或者说作为一个信用去借贷什么的 由此也能生成货币 相当于就是一个广义货币 那么真正进入流通的 通常都是这种狭义货币 也称为的就是通货 通货中的一部分 以流动资产的形态成为了储蓄 有一部分你可能就算在银行里 所以储蓄就算在银行里了 一部分通过购买固定资产 转化为了这种消费 不论货币的乘数多高 M2的余额多大 我们只需盯紧银行在买什么买多少 就会至少有多少货币进入流通 成为了通货 这种东西你就理解一下就行了 这个其实不重要 不重要 但是你就可以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储蓄不是货币的来源 而是结果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你看没有 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 就是我储蓄进去之后 他不拿我这个 你看在七年之前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钱是跟黄金比如挂钩 但中国一直都不是 就那个时候怎么办 那个时候就 那个时候其实发展也是 就是说一定要有老百姓的储蓄 我非常高的利益 你储蓄了 让我拿点钱我再去投资 其实不应该那么做 这个时候你就理解错了 就是储蓄不是货币的来源 而应该是结果 我发了货币之后 你才有钱 你才是储蓄的 而不是你储蓄的 我才有钱的 这个要倒过来理解 所以是银行信贷创造的储蓄 而不是储蓄创造的信贷 这个就是一个 就比较颠覆性的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是我银行先发了钱 你有了钱之后你才储蓄的 而不是你有了储蓄之后 然后我银行拿着你的储蓄去信贷 这个传统理念是这样 就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 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之前 中国一直那么穷 就在这了 它应该是大家冲到财富 然后拿些财富再去投资 其实不需要的 你就发债 政府一手发债一手发货币 愣拿钱去投资就完了 它就自然就滚起来了 因为你如果一定要拿你的储蓄投资 你储蓄太少了 你滚的很慢的 实际上你政府发债发钱去投就完了 但那时候就一定要追求 既有内债又有外债 所以那时候就是说没能理解 当然7年之前的时候 理解方式跟这个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钱他应该跟黄金挂钩的 但是中国其实从来都没挂钩过 中国有个特特 这是中国一大特色 为什么呢 蒋介石怎么走的时候 把黄金白银能带走都走了 老共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吗 所以老共没法 老共只能靠脸发货币 你懂了吧 但是老共因为靠脸发货币 他特别小心 所以这也限制了他 知道吧 但是优势什么 就是说老共从来没有用什么黄金 作为一个锚来发 所以以至于的 后来外汇进来之后 他可以非常迅速的 就跟着外汇走去发货币 这个也是一个优势 但缺点在早期的时候 就要有一个非常 就变成一个纸枷锁 卡着他了 他其实不是一个枷锁 他变成一个枷锁 就是一个思维上的一个误区 导致的 快30分钟了是不是 再观察再从看一个 是吧